富里乡罗山村推广有机农业将近有20多年建构独特田园风貌 农民也借由当地特殊的泥火山、罗山瀑布等自然资源推动了体验农家有成 农会与当地农民从两年前就积极向上争取 今年获得农委会肯定化设为休闲农业园区 成为富里乡第一个修农区 经过两年多的争取 今年4月农委会也正式公告富里乡罗山村 正式成为休闲农业区 除了是第五个名列花莲休区之列 更是富里乡第一个农休区 所以经过两年的努力 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县政府 还有我们的农委会的协助 让我们的罗山村能够更往前迈向一步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不只是说 只是一个有机的村庄 然后不是只是一个体验农家的这个一个地方 为富里乡首座农修区的罗山村 从20年前开始推广有机农业 建构安全有机的生产生活 而当地农民也借由在地特殊的 泥火山地景、罗山步步等自然资源 研发各式各样的体验农家游城 成效卓助 农会也和当地农民从2019年开始 积极向上提报争取 过关斩将 终于在今年4月1号正式成为休闲农业园区 其实这个休闲专区最主要的还是由我们的罗山 休闲专区成立的修区管理委员会 他们自主性的针对地方的需求 去规划他们相关的建设 以及相关的活动的这些计划 那当然政府也有一些挹注 那这些挹注的话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罗山修区的这个部分 经过长时间的资源盘点出来之后 怎么样来开辟新的景点新的游城 这就是今年我们的罗山休闲专区 所着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面向 罗山有机村为农休区的菜鸟 头一年休区计划经费有限 不过不论是农会或休区本身 早已准备就绪 在提升罗山村原有生活生产生态体验之外 尤其建构罗山瀑布登顶步道 以及串联吉拉米代天空之城的通道 将是今年首重的工作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